出差提前回家 地上多了一双男人的血 吓得我赶紧点起脚尖 拎包出门 好险好险 差点就忘了我老婆最近在谈恋爱 我拎着行李来到小区凉亭坐着 点了一根烟 一边看风景一边等我老婆结束 下次不做山行了 提前两小时给我送到了 一点时间没给我老婆留 这不成心坏人家好事吗 那难的是我老婆初恋 高中谈了三年 大学因为异地分手 几个月前同学聚会上 旧情复燃 都说学生时代的爱情最为纯粹 真是一点没错 他俩的聊天记录我全部看过 那叫一个狼情惬意 痴缠甜蜜 我都情不自禁克起他俩CP 好好的一对青梅竹马 怎么就爱而不得了呢 直到放下手机才想起来 不对啊 这是我老婆 好好好 你俩一个演梁山伯 一个当注英台 我这个国家盖章认证的正配 变成了马文才 正胡思乱想 手机响了 是初恋哥老婆的电话 你家那位在哪 我知道他肯定也发现了自己老公又失踪了 我说 别找了 你老公现在在我家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玄机咬牙道 又骗我 还加班 加到床上去了 这个月都第几次了 第几次了 我翻出备忘录 数了数正字 两个加一横 第十二次了 我如实回答 好甜呀 他们 你老公有没有和你提离婚 没有啊 不应该啊 我老婆都给他施压好多次了 上周他还差点忍不住跟我摊牌 把我吓得够呛 以为自己要复仇未办而终到离婚 你能不能别平了 好好好 不平了 说真的 我等不了了 准备动手了 一切按照原计划 你那边没问题吧 没问题 挂了电话 我看了眼时间 才过去了半小时 忽然想玩玩他们 给老婆打去电话 想了很久才被接起 老 老公 我热情洋溢到 老婆 我到小区门口了 有没有想我呀 啊 柳如烟没忍住大叫一声 你不是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吗 提前了吗 我说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哦 惊喜惊喜 电话那头一阵稀稀疏疏的动静 我猜两人都快忙疯了 老公啊 你行李很多吧 就在小区门口找个位子歇一会呗 我下来接你 柳如烟一下子就想出缓兵之计 倒是有几分极致 不用 我说 我都快到单元楼了 最多十分钟就到了 啊 老公 家里酱油用完了 你顺道在楼下超市买一瓶呗 还有洗手液也快没了 买你吗 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善良的 在路上磨磨蹭蹭 给他们多留了几分钟准备时间 然后就在单元楼门口迎面撞上了初恋歌 他看到我的一瞬间 整个人明显一僵 然后低下头 快速从我身边掠过 头发杂乱 眼神惊慌 西装下面的扣子没对齐 裤子也松松垮垮 喂 在他快踏出门的时候 我叫住了他 他一下被钉在原地 愣是不敢回头看我 我忍住笑意 指了指地上的名片 东西掉了 哥们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捡起名片 扭头就走 忙中出错 公文包也摔在地上 文件随之洒落一地 看样子是刚见完客户就来我家 这么争分夺秒的吗 又客到了 上电梯 回家 输入密码 进门的一瞬间 闻到一股很重的空气清新气味 柳如烟着急忙慌地堵在我面前 面色潮红 呼吸不匀 衣服凌乱 在家干嘛 我把行李拖进卧室 这么累 柳如烟紧紧跟在我的旁边 挡住卫生间的视角 看来那里没来得及收拾 再 再大扫除 他心虚 卧室的床上堆满了衣服 来不及整理床单 就把他弄得更乱是吧 真是亏他能想出这种办法 我一屁股坐在床上 被子还是温热的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我抽了抽鼻子 哟 有吗 柳如烟表情不自然 我怎么闻不到 我凑到他跟前 板着脸道 不对 你身上有骨男人味 他的脸色一下子煞白 喉咙像是一双大手掐住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用了我的沐浴露吧 我笑 他松了一口气 佯装生气 捶我胸口 去你的 一天到晚没正行 一 我眼神一瞪 你脖子那里 怎么有一个红意 刚刚获得喘息余地的柳如烟 又被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捂着脖子 支支吾吾道 蚊子咬的吧 大冬天哪来的蚊子 那 那应该是过敏 他请了锦衣领 可能上班路上 不小心碰到花粉了 我盯着他笑 很快 他的额头上 请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哦 我点了点头 我还以为谁亲的呢 又乱讲 他推了我一下 眼神多闪 别一天到晚乱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啊 我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就是在偷吃 柳如烟顿时如遭雷击 眼睛陡然瞪大 嘴唇上下哆嗦 我指着餐桌上 一堆吃剩的外卖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健康 我一走你就吃吃吧 柳如烟的魂回来了 他擦了擦额头 这不是上班忙 你不在又没人给我做饭 哎呀 这么一惊一乍的 干嘛呀你 短短几分钟时间里 他被我玩了三次 话都说不利索了 看着他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我心中顿时涌上了无限快感 几乎迫不及待想知道 等我真正和他摊牌的时候 他又会是怎样一副嘴脸 我承认 我是有点变态在身上的 晚上 柳如烟洗完澡 抱着我求爱 一阵反胃 差点没忍住吐了出来 我盲推说太累 一头栽在床上中睡 他没有怀疑 过了一会儿 轻声叫我名字 见我没醒 就捏手捏脚的去了卫生间 很快 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我在他手机里植入的小程序 把他的动态全部发了过来 初恋歌 他没有起疑心吗 柳如烟 没有 就是有点神经病 初恋歌 那就好 今天吓死我了 柳如烟 怕什么 反正我们马上都要离婚了 初恋歌 擦汗 柳如烟 你和你老婆说了没 还要多久啊 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初恋歌 再准备了 柳如烟 还准备 这都多久了 你要是再不说 我自己和你老婆说 初恋歌 别别 千万别 离婚不是小事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商量 柳如烟 再给你最后一周时间 初恋歌 到时候再说吧 只有最后一周了 我翻身坐起来 把柳如烟的爸妈 叔叔阿姨 同学好友都拉进一个群里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大家 是这样的 马上就是我和如烟的纪念日 然后呢 这周末我给如烟准备了一个惊喜 想请各位前来见证 顺便好好聚聚 哇 纪博达 你这么浪漫 柳如烟闺蜜 博达 什么纪念日啊 你们结婚纪念日还早呢 岳母问道 是确认恋爱关系的八周年纪念日 我信口胡州 妈 你一定要来 到时候拍个Vogue记录一下 提前透露一下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柳如烟同事 一些花和蛋糕 还有如烟一直放在购物车 没有舍得买的包包 我都给买下来了 对了 这个事情请务必保密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啊 如烟这是什么命啊 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吗 生气了 让老公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来 激动喜悦的气氛 满的要从屏幕里溢出来 你怎么醒了 柳如烟从卫生间回来 领导给我打电话了 我扬了扬手机 周末又要出趟差 周二才能回来 又加班啊 柳如烟表演失望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 我表演苦笑 人生如戏 第二天早上 我看到了他们的最新聊天记录 柳如烟 他周末又不在家 初恋歌 那我又来了 你就乖乖洗干净等我吧 柳如烟 害羞emoji 后半夜发的 几乎在我睡着的一瞬间 这么迫不及待啊 那就周末见吧 周末 酒店 好激动好激动 柳如烟闺蜜捧着鲜花 兴奋的直跺脚 一会我是带头喊的那个吗 对啊 柳如烟大学室友帮他核对流程 一会你吸引如烟注意力 我们负责放礼花 弟弟 摄像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小舅子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放心 我大学还选修了摄影 记录就交给我吧 博达啊 难为你这么有心 岳父岳母拉着我的手 温生说道 如烟交给你 我们是一百个放心 爸妈 我之前答应过你们 一定会好好对待如烟 这是我应该做的 礼物也包好了 负责后勤的如烟同事说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所有人看向我 我低头看了眼手机 半个小时前 初恋哥老婆就告诉我 他那天杀的死鬼老公又加班去了 算算时间 现在应该激战正憨 马上就走 我挥手 大家跟我来吧 这一瞬间 我产生了一个错觉 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古代将军 带着百万雄狮挥尸北上 套贼 车队浩浩荡荡的驶进小区 上楼 电梯里浮动着快活的氛围 一出电梯 大家很有默契的屏息凝神 安静的气氛 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 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一声爆炸 密码所有声音 我特意带了钥匙 钥匙寸寸滑入尺孔 轻轻拨开锁舌 闺蜜最先进入 点着脚 一点一点的挪到卧室边 然后猛的打开门 如烟 surprise 话说到一半陡然僵住 S的发音 像泄了气的气球 他大脑当机 后面的人却已经赶到 第二个 第三个 所有人都像被按住了暂停键 没有动作 没有声音 好像卧室的床上 躺得不是柳如烟 而是美杜沙 目睹其貌的人 筒筒实话 鸦雀无声 巴搭 小舅子手中的相机摔落在地 电池飞出一米远 怎么了 我明知故问 一边报警 一边朝卧室走去 姐夫 小舅子挡在我面前 那个 那个 他的脸色潮红 目光躲闪 却下意识地拉着我的袖子 我直视他的眼睛 想听听他要怎么为自己姐姐开脱 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 他近乎乞求地望着我 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误会 我装作不解 扫尸全场 大家统一低下头 没有人给我解释 却自动给我让出一条路来 于是我看见凌乱的床上 躺着一个面色惨白的男人 浑身赤裸 表情尴尬 他第一时间想跑 可是床边站满了人 衣服和枕头也都在地下 没有东西可以拿来遮挡 只能赤条条地接受大家的审判 柳如烟躺在他身边 用被子捂住了脸 披头散发的 露在外面的小腿 还在不停地颤抖 我知道这场戏到了高潮 一般而言 桌间有两种剧本 如果我是个有血性的男人 应该二话不说 冲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打一顿 如果我是个痴情的男人 应该揪着柳如烟的领子 哦不对 他领子现在在地上 应该摇着柳如烟的肩膀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是我都不是 我是个腹黑的男人 我是来朱星的 我一脚踹在初恋歌脸上 大声叫道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老婆 然后紧紧抱住柳如烟 柔声问 是不是他强迫你的 你遇到男处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人群里一阵骚乱 我听到了离我最近的 柳如烟闺蜜的 一声重重的叹息 在大家的视角里 我精心给老婆准备惊喜 却在这时目睹了老婆出轨 真心被辜负不说 我在第一时间 还是选择相信老婆 是出有因 什么绝世好男人 现在 我站进了道德高地 柳如烟 你怎么和我玩 我让你欺负我女儿 人今岳父最先领悟我的意思 狠狠给了初恋歌一巴掌 向我表忠心 畜生 我打死你 有岳父带头 小舅子紧跟着一拳 砸在他脸上 灯石鼻血飞溅 然后 小舅子揪着他的头发 把他往床下拖 初恋歌惊呼一声 去抓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被拽得身子横斜过来 被子落到地上 大半的身体裸露在外 他尖叫着 疯狂猫被子盖住 岳母见状 赶紧帮宝贝女儿遮掩 小舅子却是脑子一根筋 听到柳如烟惨叫 就拽得更用力 你还敢拉我捡 柳如烟和岳母 又哪里都得过小舅子的狐狸 最后 这场拔河比赛 以小舅子大获全胜告终 柳如烟一丝不挂地 暴露在空气中 我撇到人群里 有人偷偷拿手机录像 不动声色地挪了点身位 拍照不挡镜头 这是做人的基本礼仪 对吧 谁抱的紧 门外 警察到了 我快步走上前 握住警察的双手 牺牲道 我老婆被强奸了 警察愣了一下 玄机拍的拍我的手 以示安慰 不是强奸 不是强奸 初恋歌文言大惊 横空生出力气 从柳如烟娘家人的围窝中 挣脱出来 我们认识 是他叫我来的 不信你问他 警察嫌悟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问柳如烟 你们认识吗 这是我给柳如烟出的第二个难题 如果他不承认两人认识 初恋歌就会被以强奸罪论处 然后初恋歌一定会距离力争 把他和柳如烟偷情的细节全说出来 狗咬狗 最后肯定满嘴毛 好戏有得看了 如果他承认出轨 这份口供将会成为我们离婚分割财产时 我所要精神赔偿的重要依据 无论哪一种情况 我都不亏 真是情史黄摸店门 赢麻了 现在 压力来到了柳如烟这边 岳母给他找了睡衣穿上 所有人都看着精神已经有点恍惚的他 你认识他吗 警察又问了一遍 麻烦你如实回答 嗯 柳如烟点了点头 初恋歌松了一口气 岳父脸色大变 当场就给了他一记响难的耳光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 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俩肯定认识 更何况 来的人里还有柳如烟的高中同学 但是戏还是得做到位 我装作不幸 大叫着不可能冲出家门 复仇来到第二阶段 我找了个电竞酒店 包七天 然后把手机一关 翻出在收藏家里吃灰的游戏 正式进入快乐星球 玩累了就点个外卖 看看电影 上之呼和各路大神吹吹牛逼 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恍惚间 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大学时代 不会有人逼着我为了更大的房子 更高的工资 无休止地奋斗上进 不会有人看见我休息一会 就很没冷对 七天花了不到三千块 收获的快乐却比结婚五年的总和还多 果然人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不结一次婚 你都不知道单身生活有多爽 一周之后 我装回微信 取消免打扰 手机挣了半个多小时 一路滑下来全是未读消息 粗略看了一眼 柳如烟及其娘家人找我找疯了 我那准钱岳父岳母说 柳如烟已经痛改前非 只要我愿意再给一次机会 以后我说往东 他绝不往西 说的和真的一样 吃瓜群众则在八卦之余 对我表示慰问 我翻看着大家给我跟踪报道 柳家人的实时动态 第一天就炸开了锅 在当地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波澜 各大本地公众号和小网红 纷纷转发评论 我被收录进 为什么男人都不愿意结婚了的素材里面 第二天 柳如烟一家人没有出门 灵力的唾沫 几乎将他们一家人淹死 第三天 柳如烟单位发布公告 称柳如烟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单位形象生育 予以开除 柳如烟不敢回去收拾东西 公司就派人 把他东西一股脑地丢进垃圾桶 第四天 我正看得起劲呢 他们家人打了电话 喂 我接通 我打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 他爸的激动程度 不亚于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 我收到人生第一双篮球鞋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去找你 这几天我们好好教育了如烟 你们感情还是有的 不要 我来找你们吧 我打断 有些话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好 行行行 但是博达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摆在这里 可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做了傻事 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原来也以为 我和柳如烟会白头偕老 但直到我看了聊天记录才知道 原来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生活缝隙里 一直藏着别人的影子 柳如烟追我 并非他口中的喜欢我踏实上进的性格 或者我工作时的样子很帅这种狗屁理由 而是初恋哥和别的女生暧昧 他既不过 也要抓紧找一个回敬 三年后结婚 把订好的婚礼提前半年 也不是出于更好的日子考量 仅仅是为了在初恋哥前一天成婚 要气起他 前两年 柳如烟怀孕了 却在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 把孩子打掉了 他说是 事业正在上升期 我们还年轻 以后再要孩子 实际上是 初恋哥回老家发展了 他们恢复了联系 言情小说里 总有白月光难忘 多年以后破景重圆的剧情 但你要守节就好好守节 有能耐一辈子别结婚啊 你俩了不起 你俩清高 你俩搁着演偶像剧 然后把我拉下水 真他妈恶心 小舅子早就等在小区门口 一看到我就热情的迎过来 这小子戴着帽子和口罩 一副没脸见人的样子 路上他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他把他妈见到我 也是一副愧疚样子 毕竟我现在胡子拉茶 野窝深陷 又因为通宵打游戏 用眼过度 眼眶爬满了血丝 看上去就是为情所伤 伯达啊 这件事是如烟做的不对 我们已经狠狠说过他了 你看能不能 我抬手打断了他爸的话 声音嘶哑 他人呢 有什么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对对 伯达说的对 年轻人的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伯达是个好孩子 我相信他会有分寸的 他妈说 要打要骂都随你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我推开卧室的门 流如烟窝在床上 对着窗口发呆 看见我进来 抖了一下 不敢看我 多日不见 他也憔悴了很多 嘴唇发干 眼皮浮肿 一看就哭了很多次 为什么哭呢 是后悔吗 后悔应该谨慎点 就不会被我发现 对吗 伯达有话跟你说 你给我好好说 他妈不放心地叮嘱道 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还记得吧 门关上 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 流如烟依旧盯着窗口发呆 但攥着被子的骨节发白 直接开门见山吧 我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 又是片刻之后 柳如烟终于开口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 我们还是分开吧 这就是教育过一顿的结果 不过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太了解柳如烟的脾气了 吃软不吃硬 越逼他越反抗 更何况 憧憬了半辈子的爱情 近在眼前 他又怎么可能放手 不过 现在他的气势还不够 我还要接着天把火 如果我不答应呢 他抬头看我 轻声道 纪博答 抢柳的瓜没有好结果的 呵 真好玩 我笑 三年恋爱 五年婚姻 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 然后变成了抢柳的瓜 我强迫你什么了 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和我结婚了吗 对不起 柳如烟闭上眼睛 眼泪滚滚而下 我可以给你补偿 只要你愿意离婚 这时 一直躲在门外偷听的老丈人 再也忍不住 冲进来给了他一耳光 我让你乱说话 离什么离 去跟那个野男人过 让街坊笑话死了 柳如烟捂着脸 大叫道 我就要离婚 他是我的初恋 是我的爱情 我的青春已经有遗憾了 我不想后半辈子 都生活在遗憾里 怒火在我胸膛燃烧 烧得我心脏阵阵发痛 死丫头 你在乱说话 老丈人又要动手 我说 好 我放你走 但是他真的愿意 为了你离婚吗 一定会的 你不了解我们 是吗 我忍不住讥笑 这反而激发了柳如烟的斗志 我会证明 他有多爱我 好啊 你最好能证明给我看 从柳如烟家出来的第二天 他爸妈就把他赶出家门 对外宣称没有这个女儿 老两口好面子 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 只是现在 柳如烟所有的后路都被斩断了 他的白月光 成了他的唯一救赎 但和柳如烟不一样的是 我给初恋哥留足了后路 首先 他老婆现在还装作毫不知情 其一 因为他老婆在外地 纵使我这里闹得费反迎天 他也应该不知情的 其二 他和初恋哥的人际关系并不重叠 也没有人去告密 所以 即使这阵子柳如烟出不了家门 但初恋哥这边的影响 却无限接近于零 班照上 酒照喝 该睡睡 该吃吃 就是为求心安 连续设了几次他老婆的口风 而他之所以这么怕他老婆 是因为他靠着老婆吃饭 前两年因为缩哈股票 赔掉家底 丢了工作 但是仗着一张小白脸和油嘴滑舌 绑上了小富婆 他老婆是家里的独女 家里两个工厂 这两年 虽然初恋哥在公司里 当了个名义上的二把手 自己岳父也有放权的意思 但是股票却一直在他老婆名下 初恋哥只是表面看着风光 实际上随时能被取代 而是人是狗 就是他老婆一句话的事情 所以 初恋哥和柳如烟吹嘘的 年薪百万的光明未来 实际上有很大的水分 也不怪柳如烟就算近身出户 也铁了心要和我离 霸总 白月光 初恋 破景重圆 Buff滇满了 按照言情小说的逻辑 我这个工具人男二 注定要被男主踩在脚下 只可惜 现实不是言情小说 初恋哥对他的爱 也要打个问号 当局者迷 柳如烟以为初恋哥 已经在图谋离婚大计 实际上 我一眼就看出来 初恋哥只想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老婆在外地 为他生儿育女 初恋在身边 为他奋不顾身 花着老婆的钱 享受初恋的爱 世界上的好事都让他占尽了 离婚冷静七一道 我和柳如烟火速前往明正局离婚 柳如烟千字爽快 毫不拖泥带水 还带着妆来着 看来一会还有约会 看着他毫不留恋的背影 我熄灭了最后一次怜悯 转头给初恋哥老婆打去电话 告诉他今天收网 晚上六点整 小程序监测到柳如烟点了个外卖 还备住棋手带和烟 我穿上黄色战袍 谎称外卖小哥敲响了门 门开 柳如烟的表情像见了鬼 怎么是你 我微微一笑 你俩还在一起呢 柳如烟立马关门 和你有关系吗 我赶紧用脚抵住门 柳如烟推了我几次 没推动 大怒 纪博打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私生活 里面的初恋哥 听到动静 来到门口 看到我情不自禁打了个颤 可能回忆起了 被打肿脸蛋的恐惧 你快走 不然我报警了 柳如烟张牙舞爪 猙獰的嘴脸让我一阵恶心 这么快就驾压随机了 好啊 你报警呗 最好告我四闯民宅 然后让这个房子的主人 找我当面问责 闻言 初恋哥脸色巨变 连忙拦着柳如烟说 算了 你们夫妻一场 不要闹得这么难看 不得不佩服这个小白脸 脑筋赚的就是快 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当好人 我笑 你看看 还是你新老公懂事 初恋哥尴尬一笑 我又说 头头暴力 我也和你老婆表扬一下 你会做人 我掏出手机 爆出他老婆的电话号码 顺便把那天的桌间视频 亮给他看 这个视频一起发了吧 给你老婆一点小小的震撼 柳如烟痴笑一声 纪博答 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手段呢 你发就是了 反正他马上也要离婚了 根本不待怕的 我倒吸一口冷气 当小三当得这么理直气壮 我还是头一回见 我刚想点头答应 初恋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别 兄弟 有话好好说 柳如烟的笑容将在脸上 一腾成 你什么意思 初恋哥根本不理他 你是不是缺钱 我可以给你 你开个价 只要能把这个视频删了 我笑 你不是着急离婚吗 初恋哥表情难看 柳如烟咬着牙 拽着初恋哥 要和他面对面对峙 他只要稍稍一扭头 我立马就做出发送的动作 初恋哥果然乖乖回头 右边是我 左边是柳如烟 两边拉锯 弄得初恋哥好辛苦 最后 他忍无可忍 狠狠推了柳如烟一把 你能不能消停会 没看见这里有事吗 柳如烟仰头摔倒在地 半天没有起来 屁股和星 一起摔成了八半了吗 我接着火上浇油 开始朗读他们的偷情语录 柳如烟 我喜欢的一直是你 要不是顾及孩子 早就和他离了八百回了 当年都是我的错 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 毁得我肠子都轻了 现在 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抓着你的手 不再松开 我爱你 如烟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男人 能有我爱你 我读了几句 停下 轻了轻嗓子 差点被油枪死 别念了 别念了 初恋哥小白脸变小红脸 你说个数 我不要钱 别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 把钱看得这么重 我说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打他一顿 要么我把这个东西 发给你老婆 你选吧 几乎在我花落地的一瞬间 初恋哥没有丝毫犹豫的 甩了柳如烟一巴掌 啪 一声清脆的巴掌 绕梁三日 世界陡然安静了下来 柳如烟侧着脸 头发披散下来 白皙的脸颊上 缓缓浮现了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他哭坐在原地 渐渐的 两行眼泪流淌下来 身体也开始发抖 我蹲下来 捏着柳如烟的下巴 只是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道 这就是你要和我证明的爱情了 你就算身败名裂 也要追随的伟大爱情了 我还以为 你在他心里有多重要呢 我的话说完了 该退场了 我刚发完信号 初恋哥老婆气势汹汹的喊骂 就在门外乍响 一腾成 你敢背着我养小三 这姐们带着几个壮汉 冲进来 抓着小白脸就是几耳光 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和我保证的 你吃我的用我的 还敢给我戴绿帽子 离婚 今天就去离婚 赶紧从我家滚蛋 几个壮汉抓着小白脸的四肢 他扭头看着我 大叫道 你不是说好不发的吗 我怂怂间 手滑了 然后 他老婆飞起一脚 踢向他的裆部 一声闷响 我都怀疑自己听到了 蛋壳碎裂的声音 小白脸眼睛暴突 身体一缩 脖子上根根青青绽展开 脸色红得像要滴血 不光是我 在场的所有男性 不约而同地夹紧了裤裆 小白脸躺在地上 弓着身子向着大虾 别装死 起来 现在 立刻 跟我去民政局 老婆 我错了 小白脸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他老婆根本不是这套 也对 人家憋这么久了 会因为你几个字改变主意 小白脸伸手去抓他老婆的脚 被他老婆一高跟夺在手上 老婆 眼瞅着他老婆要没影了 小白脸赶紧爬起来追 屋子里很快就剩我和柳如烟两个人 你今天不和他当面问清楚 要他老婆还是你 我轻声说道 你甘心 文言 柳如烟果然也爬起来追了出去 于是 在热闹繁华的夜市街头 人们很快目睹了这样一幕 一个女人在前面快步走 身后紧跟着一个夹着腿 双手合十不停认错的男人 男人身后还有一个女人 掐着腰质问男人 你和我说的哪句是真的 要我还是要他 你说清楚 一看就是抓小三 吃瓜群众最爱判这种案了 人们纷纷围拢过来 几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 还架起手机 开始现场直播 老婆 老婆你消消气 伊藤诚差点要跪下来磕头 你本来就有胃病 气坏了身体可就不好了 嘴巴真甜 他老婆冷笑 说的好听 我气死了 你不正好把这小三曲回家 小白脸哭丧着脸 哎呀 我怎么可能吗 都是他勾引的我 柳如烟本来被无视就烦 这下更是气得一口气 差点没喘上来 姓伊的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我勾引的你 小白脸接着无视他 和自己老婆保证 原谅我这次 肯定不会有下次了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老婆说 狗都知道不是二主 我花了这么多钱 就是养了条狗 也起码知道谁是他主子 离婚 他瞥见柳如烟 火气更胜 还把我的睡衣给他穿 妈的 伊藤诚真有你的 维言 小白脸回头 抓着柳如烟的睡衣 就是一扯 刺了电光火时间 柳如烟已经被扒了的金光 连我都没反应过来 小白脸捧着睡衣 献保室的送给他老婆 老婆 你的东西永远都是你的 他老婆人都傻了 你确定这样子可行 我和小白脸老婆 在酒店开了间房 别误会 纯战友情 从这间房的窗户往外看 正好能看见他家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笑 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 哪一步没在我的预料 我要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他老婆还是有些不放心 放心 我让他老婆和小白脸说 不离婚也行 必须把这段关系断干净 小白脸一听 连忙拍着胸脯保证 肯定没问题 还说要录音 把整个谈判过程录下来 给他看 以小白脸的尿性 那话就不知道 能说的有多绝情了 而柳如烟身败名裂 众叛清离 以他的性格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谈判的日子就在今天 我点了个烟 已在窗口静静等待 几个小时过去 屋子里还没有动静 他老婆想发短信问问情况 但被我阻止了 我有预感 大事发生 果然 几辆警车呼啸的驶来 浑身是血的柳如烟 一脸平静递上了警车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 是一只母老虎 二亲人纠纷杀人案 因为情感纠纷 一某约刘某在家中谈判 却不想 刘某有备而来 趁其不备在酒中下药 随后 刘某杀害了一某 被捕后 刘某满脸平静 声称这是一某背叛感情 应得的代价 豆腐块大小的版面 就是这段爱情的最终归宿 我点燃了报纸 寒风裹挟着碎屑飞向天际 远处万家灯火 今夜月明星夕 全文完 最终归的